那有跨靠经历以后呢 首先第一点是关于身份调整的问题 那这也充满了非常多的不定性 对于一些还要考量 就是还在OPT阶段需要考量 是否进行HQNB抽签的学生呢 这次非常非常大的 基本上无法跨越的challenge 一个困难就是什么呢 你要在你的简历里面 列出你在OPT期间的工作单位 这样以便律师和移民局知道 你是否在OPT期间 还维持了在美国的合法身份 那这样子就势必要披露 你在OPT期间跨靠的单位名称 第二一点呢 就是说如果这个学生是有挂靠经历的话 还要考量提醒学生要考量一点呢 是说和雇主的雇佣关系问题 那我们知道有些雇主一旦知道 学生有挂靠了以后呢 就会终止和这个学生的雇佣关系 那挂靠情形的情况下该怎么处理呢 首先第一点 如果说你在现在还在OPT期间 还是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工作岗位 那么建议你 如果还想在美国有一个发展的话 建议你还是说 首先第一点不要离开美国 因为你在入境美国的话呢 很可能就是海关会采取简单粗暴 就是禁止入境 然后递解出境 然后你会留下一个很严重的一个 行政处罚的一个后果 那我们也有客户呢 在Findream事件爆发以后呢 在11月底 虽然有挂靠经理 但还是顺利入境的 那么11月1月份 今年1月份 也有一个客户是这样的情形 我们判断呢 有两点 一个呢 海关有可能他没有完整的 这个挂靠的学生的名单 那有些人的名单呢 就不出现在 当你入境海关的时候呢 并没有出现在海关的那个 特殊人员名单上 那还有一点有可能说是 那个某些海关呢 那人员呢 比较疏忽 没有觉察到这个 附近人员的名单上 有一个Red Flag 那么所以说 也没有出现那个 递解出境这种不好的情形 那同样对于 在美国境内的这些学生呢 还有一个呢 就尽量避免做身份转换 就会叫意进不意动 因为你每一次提交 身份转换申请的话呢 都会激发一次 可能被移民局发现 你在美国有这个挂号经历的情况 那你会收到一个拒绝通知函 这个拒绝通知函呢 就有可能就是 就是那么 那么这样变成 你在美国的身份 就是变成unlawful presence 就是已经就 一旦收到美国移民局的拒绝函 那么你就是在美国的身份是 就无效了 那当然最后最后一个情况 如果说被递解的话 如果说是你在美国境内的时候 被移民局上门来 给你启动驱逐程序 那可能对一些人来说 也是一个福音 因为当你接到移民局的 ICE这个 这个NTA Notice to Appear的时候呢 你在美国境内 做的任何驱逐程序 必须要有 移民法院的 这个deportation order 递解令 那在那种情况下 你可能还会有一线生机 就是说 因为如果能取得 法官的lineance 法官的人词 那么他可能会宽恕你的fraud的情形 那由此 你在美国的身份 才能有机会转正 那么这个呢 移民法官是否要对你的情形 有妨碍看 也要看你的个人情况 比如说你是否有配偶 或者孩子生活在美国 那么法官可能说 处于人道主义的原因 可能说是决定 豁免你的fraud的罪行 希望大家有一个好的人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